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流字 这个流就是流水的流 因为它是一个常用字 所以我们呢 把它介绍给大家 楷书 星书 草书 集中写法 因为都是非常实用的 因此介绍给大家 希望能得到重视 我们现在先用楷书 来写一下这个流字 这个流字 我们以前讲过三点事 有些事情只有再重复一下 让大家记得更老一些 写三点水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最下方的这个条笔 这个条笔它的锋芒所向 直接指着第一个点的收笔之处 这就是黄泽园所说的那个 末点之风 腰指首点之柱 就这个地方 它的腰指着它 第一个字大家看 看第一个字也是这样 它的腰指着这个地方 目的是 目的是呢 让它成为一个整体 三点水成为一个整体 只有到星草阶段的时候 它的末点之风 才摇指着下边这一笔的开端 而凯书则应该是自己称为一个提示 自己的最后这点 指着第一个点的那个最后的收笔之处 给大家再看一看 关于这个流字 我们要谈一谈欧阳勋 写这个字的一个妙处 非常神妙的地方 就是右半边 这个字的字形呢 大家看一般人写的事 都写得很平 这样有错误吗 没有错误 但是它不神妙 所谈的神妙 就是欧阳勋那种奇显 显觉 他把这个体型写的时候啊 这笔特别向下 注意颤 这笔它往下走 它不再平着走 这上面并不正 然后这笔是短的 这是短的 用下方取证 因此这个字叫奇显 它在显中求凭证 凭中见奇 这是欧体字的一个特点 如果只是凭证 这就不难 只是所谓的显觉 也不难 把它写在星体上很 很奇异 不就完了吗 问题在奇异当中 必须得凭证 这就很难 所以关键是在于这一笔 右方 它没有把这个地方写平 注意看 这个地方如果写平了 然后下边就是平的 那么这个字就 很平索 它是把上面这个地方 写的很靠下 要这样看的话 你看 这平行的 这就出来了 但是呢 由于下方这个地方呢 它把它搞这么一个 三个小数笔 弄完之后 你瞧呢 就是均匀的 因此这就说 写这种字 欧阳勋 确实有些个独到的支出 大家再看这三点水 和右旁相加起来 在集体上有什么问题呢 这笔啊 向外 向外写 不要直着写 不要这三点是直着的 如果直着的话 就容易和右边呢 发生矛盾 就是和这边 这个匹儿 容易跟它离得太近了 或者如果你这个 你这个点 本来点的靠这儿了 那么写完之后呢 又容易跟这边 发生更近的矛盾 所以这种字就不能用 因此写的时候呢 这个点啊 知道右旁有东西的时候 尽量回避它 躲闪一点 给它让出一个空间 所以当写右边三点的时候 首先想呢 右边是个什么体型 右边如果是一个直的笔画 不影响你这个调笔的发挥 你就可以稍稍长一点 写直一点 如果右边的东西 正好有个皮儿 就像流水的流字 它底下就是个皮儿 它跟你下边的调笔 正好有点相反 所以你就要回避一下 我们最后再写一遍 大家看 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这个调笔 还再说一下 这个调笔在写的时候啊 有的人写说是这样的 这就是偏锋 这是不好的 有的这个字型呢 比如说像掩体字 它又说是这样 这底下出类渣 它上面这样挑起来 这是字体 这个风格的不同 流派不同 像欧阳荀这种 这个写的这种点画 他到这时候 一下笔是这样 偏锋 他就比了之后 这边一起 这边一起 这是个功夫 写的时候 一个是有笔法在内 明白笔法 还要有一个时间 去实践它 所以这边也是齐的 这边也是齐的 如果这边出了一尖 或者后边出了一个尾巴 这就出了 这个字型就不是OT字了 特别是前面 不要出尖 出尖的话就是偏锋 这个字写出来不美 好 我们翻整写着六字 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大家看 这是新书的一个基本写法 有的朋友会感到奇怪 凯书书上面没有个点 怎么新书写了个点 首先我告诉大家 首先我告诉大家 在写的时候 我们在古文字当中和一些翻题字当中 见到这两种都有 特别古背帖 多数都上面不加点 古代的背帖上面基本上都不加点 但是加点 但是加点也不为错 也有少数的书法家上面直接写个点 但是我要向大家说明的是什么问题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他去考大学的时候 结果呢 他在课堂 因为他书法还不错 所以他就写流字的时候 上面不加点 结果老师就判了错误 说规范字上面需要有个点 你这上面少点一点 这是错字 因此减大分 他会跟我说 他说你这怎么办 我说没有办法 我说现在呢 书法呢 因为普及面还不够宽 有些个老师们呢 强调这个字啊 以现在的简化字 现在汉语为标准 来认定你这个字的证物 所以就把这个字给你判为错误 因此我向朋友们说 当你在实用当中的时候 你尽量的规范一点 你必须知道很多种写法 特别是现在的规范字怎么写 防止你在应用当中被人误解 还有比如说这个安字 平安的安字 你这样写 在古碑帖当中 基本常见是这样写 但是呢 由于他这个规范字是这样的 你一笔从这下来 他可能就认为你是错字 类似这种情况都曾经发生过 因此我说 学书法的特别是青年朋友们 你们在应用当中还要注意 写封书信的无所谓 平常自己记录的东西没关系 一旦到官方用字的时候 特别你在考学的时候 你的字尽量的符合现在 现代汉语的这个标准要求 否则会给你耽误某种事情 我这样说呢 就说这个流字啊 不写一点也可以 就是在新书阶段当中 这样写也可以 不加一点无所谓 加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当中啊 大家要注意啊 学人这个古碑帖的时候 这种地方不学 或者不去勉强去学 你看 这个流字的这个条笔上来 这个须风带起来隐私 就很重起来和上面联系起来 这个字呢 这须风起来之后呢 看着似有如无的 一条须线非常轻 这样带起来 这两种都可以 可是有时候呢 朋友们都觉得 比如像最后这个流字 带起来上面这个点 这么线细 带起来觉得很美 这种点话 于是就 下很多的时间 去临摹这种东西 我告诉大家 都是偶然的现象 但是他这笔 肯定要是顺连的 肯定要顺连 但至于连的 连的什么程度 他直接把控不了 好的 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草书的写法 溜 溜水溜的草书写法 一般的只是一边做一点 个别的有时候 在这边做两点 一般的只是做一点 就这样写 再看一下 这是流水的流字 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还有一种写法 这是常见的两种写法 这样 再写一遍 这是流字的两种写法 草书最常见 还有的呢 就直接在这边 写出一个这个了 这也是流 这样流 这不过太简约之后 更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 所以呢 还是前面两种 相对规范一些 这里我要说的就是 在写三点水当中 在草书当中 有时候直接这样写 比如这是深浅的深 流水的流 深浅的浅 这些个写法 大家从一看 直接一个数笔下来了 这是三点水吧 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在草菊摆运歌里边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点方为水 空调却是盐 就是这个树笔啊 带点的 这是水字旁 这是水字旁 空调就写着这个 这是盐字旁 大家说刚才你写 这不就是空调 我向大家略做一点解释 你看起笔 这个地方比较重 凡是起笔重 带有一个像嘎的似的 这么点了一下 再往下走的 这是水字旁 草书为了更简洁一点 它也一笔下来 但是起笔是重了一点 这就告诉你 这是水字旁 如果之上之下的 这样走一笔 这就是盐字旁 或者是其他的不守 因为这一个树笔 这么一代 代表很多的字 比如说 还代表盐字旁 还代表双利人 还代表是单利人 等等 都有很多的说法 所以呢 当你看这样写的时候 这就是水字旁 齐笔重里边 所以呢 在写这个流字时候 当你见到这样写的时候 这肯定 这就是水字旁 大家知道 明代有一个书法家 叫柱之山 也叫柱与明 柱之山 柱与明 这人写得非常的好 他在写这个流字的时候 特别的特殊 他这集中写法 基本都不用 他怎么样呢 他点七个点 除了位置不同 大体笔法一致 点了这么七个点 是个流水的流字 当然属于草树 柱之山的草树 写得也非常好 他怎么写 他这样写 一二三 一二三四 大家知道 有些个别的写法 我们呢 也尽量向大家 多介绍一些 大家觉得 你在这个 这个讲台上坐着 你写的这些字 是不是在你 完成作品的时候 也这样写 不尽一致 因为完成作品的时候 受情绪的感染 在新比起来的时候 非常的流畅 那时候 有时候就无暇顾忌公桌 写得好 你坏 你无暇顾忌 而且也就不管这个字 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比如说这个 双利人也好 丹利人也好 写的这个 这个调笔 三点水等等 有时候也摘得 不是特别清楚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平常所说的 时文断字